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扬扬地回望着对方慢调似理地说道 疑蠢 这句话 可很久没有人对在下说过了 作为回报 那我就先折断你的一条胳膊 稍作惩戒吧 这姓风的一听啊 眼睛里边狠力之色一闪而过 接着他不再犹豫的身形一闪 人就如强弩般的向韩力射雷 同时右手稍微一探出 整只的手掌竟默然大了三分 带着猛烈的进风狠狠地抓向了韩力的右臂旁 看着架势竟真要一抓之下 将韩力手臂捏成两截的样子 韩力望着对方迅猛的来势 面无表情 突然身形在原地左右一晃 一阵模糊之后 三四条一模一样的人影 漠然飞射而出 直接迎上了那污过来的姓风的中年人 中年人大吃一惊 不加思索的右手一画半个圆圈 将这些人影全照在了里边 接着狠狠的就是一击啊 但是人影全都如同虚幻一般 和其手掌一碰之下 就立刻溃散得无影无踪 这是 中年人一愣之下 还没有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从身后伸出了一把青色小剑 无声无息地贴在了他的咽喉之处 喉结处的冰凉微样之意 让他一下子寒毛倒数啊 最好别乱动 虽然我不想落个杀人离村的下场 但若是阁下非要逼我这么做的话 寒毛也只有勉强一事了 汉里毫无表情的声音 从他身后淡淡地传来 幸风的身体一下子僵硬了起来 对方的这口小剑 那明显是锋利至极 他毫不怀疑对方切断自己的喉咙 只是手指稍微以用力的功夫 不过他脸上同时充满了难以置信的神情 汉里什么时候转到了他后边 他竟然一点都没有察觉到 阁下既然打算打断我的胳膊 那在下也就礼尚往来的回敬一下吧 汉里尚未等这个家伙反应过来 另一只手呢 闪电般的抓住他的小手臂 接着从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 灵巧的一拉一扯之下 顿时嘎嘎一声 这只手臂竟然被汉里利用不可思议的巧劲 轻易的折成了两斜 哎呀 中年人啊 虽然是坚毅异常 但是也因手臂的突如其来的剧痛 而闷哼一声 不过呢 此人也毕竟不是普通人 脸上这个时候已经有豆粒大的冷汗飞滚而下 但是哼了一声之后 竟强忍着再也发不出声音 记住 若是再敢踏进此屋 就不是只断一只胳膊了 我会连你的性命一起留下的 汉里强忍着心里的一丝杀机 收起了小剑 身心一闪之后 出现在原来的地方 这才神色平静的警告道 虽然说借用罗烟布的神奇 一下子就制住了对方 但他总不能真的一剑杀了对方吧 天知道 外面有多少人知道 此人到了自己的屋子里 他可不想才刚一到这陌生的地方 就再次的被人追杀起来 不过对方的手臂被他折断之后 想必半个月内 伸手是没有罚子再恢复如初了 有了这段时间的缓冲 他是不是还留在这个村子里 那还得是两说着的事情呢 因此 明知道就此放过对方 以此人的坚韧性情 多半还会有麻烦 但他也只是小逞一下之后 就暂时如此了 不过 以后若有其他适当的机会 他也不会介意 神不知鬼不觉的 真的灭掉对方 啊 在下真是走眼了 没想到 阁下竟也是绝顶的武功高手 风某认灾了 中年人脸色铁青的留下此话之后 就二话不说 拖着手臂离开了屋子 从他背影看上去 他真是狼狈不堪呢 多谢韩兄出手相助 梅宁见他信封的离开了屋子 总算松了一口气 这才脸上微红的给韩丽施了一礼 哎呀 行了行了 你若真的对此人无异的话 就尽量的避开他一下吧 哎不过 梅姑娘 若是想留在此村子 答应此人的求亲 哎 倒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韩丽摆弄了一下手中的飞剑 然后随手往怀里边一揣 什么 嫁给他 我绝不会答应的 自从和家兄一起踏上修仙之路以来 我早就发过誓言 此生非高阶修士不嫁的 他一个零根都没有的凡人 我怎么会答应此事呢 梅林摇里摇头 毫不迟疑的说道 听到他这番话 韩丽神色没变 但是并没有接什么话语 而是自顾自的 走到了屋子里的椅子上 不慌不忙的坐下 闭目养神 韩道友 是不是对从此脱困 有什么好主意啊 梅林 自从经历了刚才的事情之后 显然无法做到和韩丽一样的从容 他虽然挨着石床边同样的坐下 但是没过多久 就心神不定的向韩丽问道 脸上满是期望之色 从此脱离的方法 梅姑娘不是和我一起听到的吗 我 我还能有什么更好的主意 韩丽沉默了一会儿 重新睁开了清澈的双目 望着他不冷不热的说道 韩道友 你可千万别哄骗我 我当时一听到 那位长老说的方法 就自知 绝没有法子做到的 而道友虽然没有说什么 但一直都显得从容不迫 分明对离开此地 或有几分自信的样子 难道 难道韩兄觉得小女子爱手爱脚 打算独自一个人行动吗 梅宁听了韩丽的话 明显不幸 结果明眸发红的问道 听了这话 韩丽没有马上说什么 只是皱了一皱眉头 唉 梅道友 我和你能一起传送到此处 也算是有些缘分了 但是现在梅姑娘如此说 那我也不必遮遮掩掩掩的了 这暴风山 韩茂的确有几分把握 可以攀登上去 不论是暴风山上的阴风和迷幻之物 还是半山腰盘踞的飞行阴寿 在下还是有一些小手段 可以应付过去的 不过 这也指的是韩某孤身艺人而已 若是再带上其他人 在下可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真要是危险来临 韩某自顾不暇 梅道友肯定必死无疑啊 道友年纪轻轻 还是留在此地的好 也许以后另有什么机缘 可以离开这里的呢 最后一句明显是安慰之言 就连韩丽自己听了 都觉得有些虚伪 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梅宁听了这些话 脸色刷了一下子 重新苍白了起来 被指半咬红尘 一意识无言啊 韩丽见他无言以对 轻叹一声 就重新闭上了眼睛 这说实话 他对梅宁的印象还不错 若不是能力不够 他说不定真会出手 将助对方一把 但是现在啊 韩丽可不会贸然的 增加自己的负担 也只有硬气心肠 将他留在这里啊 好在即使滞留在了 这阴明之地 这位家人 一时也不会有什么 性命之忧 顶多就是断了 进一步修炼的念头而已 他倒不至于因此 而心里有什么不安 屋子里寂静无声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就在韩丽 以为此女已经死心了 打算稍微休息一下的时候 梅宁的话语声 却又传来了 我愿能让你暂时恢复一点法力 你可愿意带我离开此地 什么 韩丽 原本的睡意 一下子飞到了九霄云外 睁大了眼睛 朝对方不可思议地望去 梅宁不知道什么时候 双手抱腿地 蜷缩在石床上 神色 有点躲躲闪闪 仿佛 仿佛刚才的话 并不是从他嘴里边说出来的似的 就在韩丽 也怀疑是不是 自己听错了 此女身子略意伸展 一抬头 美目中 闪过艺人之色 我有办法 让韩兄短时间之内 重新拥有一点法力 虽然只有一次机会 但那想必这阁下脱困此地 还是大有帮助的 不过 作为交换 韩导友除了要带我离开此地之外 还要另外答应我一个条件才可以 梅宁说完这些话 神色 却显得 有些不自然起来 让韩丽恶然之余 心里更有一丝疑惑了 不是在下信不过梅宫领之言 而是袁英七修士到了此地 都没有任何办法恢复神通 难道道友真的不是在说笑 韩丽盯着他 口气凝重地问道 此刻他脸上除了满是怀疑之色之外 还参洒着一丝的期待 若真能暂时恢复一下法力 那原本只有五六成的脱身之策 马上就有八九成之多呀 毕竟哪怕他重新拥有的法力再少 时间再短 但是打开他的零售袋和储物袋 却是绰绰有余的了 他储物袋中的数件宝物 都是不需要灵力激发 就可以自动发挥奇效的 拿出来自然安全 大有保障 至于灵兽袋中的士金虫和雪域之珠 虽然说需要神识才能指挥的缘故 无法召唤出来应敌 但是那提魂兽 却因为灵魂珠就在他的肚子里边 倒可以勉强指挥一下 而这些阴魂兽 虽然不是魂魄立鬼 但是同样是阴明之气凝聚而成 肯定能轻而易举的克制住 那么这样一来呢 最起码对方威胁最大的阴兽 就不足为惧了 如此略一细想 杭力自然激动起来 寒凶不知道 小女子虽然不是一灵根和天灵根资质的修仙者 但是却是通欲风随之声 这个代表着什么 寒凶应该很清楚吧 凭着这个体制 我可以通过秘术 度给道友我的通灵之气 而通灵之气的精髓灵力 绝对不是所谓的绝灵之气 能马上禁锢的 当然了 时间一长 这股通灵之气一散去 道友自然还是要恢复如初的 梅林稍微犹豫一下 低声说道 寒了一听此言愣住了 但是片刻之后 他就用一种古怪的眼神上下 打恋着他 脸上露出了一丝恍然之色 不错 道友若是不幸的话 可以上前检查一二 就可知小女子所言不虚了 梅林缓缓说道 同时脸上不知道为什么 生起了丝丝的红韵 那 韩莲得罪了 韩莉只是犹豫了一下 就没有迟疑的站起身子 走了过去 事关重大呀 他不得不仔细一下 而就在这个时候 梅林也强作镇静的 搁起一只衣袖 露出洁白如玉的粉壁出来 而在这粉壁上 赫然在目的是一粒 鲜红的手工纱 等韩莉到了跟前 此女才一咬牙 用另一只手的拇指 在手工纱上微微一压 然后再飞快地松开了 站在石窗前凝望的韩莉 一看之下 又有些动容 只见 那原本鲜红夺目的手工纱 渐渐地淡化褪去 与之相反的 却浮现出来一只 银色的凤凰图案 上面银有光滑流动 栩栩如生 不可思议 果然是通欲灵凤 韩莉 脸露一丝惊喜 喃喃地说道 现在倒又知道了 小女子不是虚言相告吧 没您一见 韩莉辨认出了自己所言的真假 当即不敢让韩莉多看 急忙放下衣袖 满脸羞红 韩莉点了点头 不再说什么 回到原处重新坐下 开始低头思量起来 通欲 风随之体 顾名思义 只会出现在女子的身上 她虽然没有法子 和其他特殊灵根者相比 也算不上什么百年一见的稀罕体制 但是却在修仙界中鼎鼎大名 几乎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这个体制啊 虽然对拥有的女修 无法在修炼之道上有什么帮助 但是拥有这个体制的女修士 却几乎每一个都受众多男修士追捧至极 因为这些女修士 一旦陷入住击期之后 体内就会生出一丝精髓的通灵之气 此通灵之气 号称天下七大灵气之一 虽然对女子本身没有任何功效 但是可以让得到她的男子 细随一经修为大进 当然了 这种洗髓增进修为的功效 对高阶修士来说 就打了一些折扣 但就是这样 也是可以媲美上古珍惜丹药的难得之物 但是这种通灵之气 也只有在那女子心甘情愿之下 才能度给男子 强行的用各种秘法 向女子吸取 或者是裁补的 是无法得到这灵气的 而且拥有通欲风髓之体的女子 其一生之中 也只能将这丝通灵之气 度给一名男子 其后体内就不会再产生这个灵气咯 若是在死之前 失去了处子之身 那通灵之气也同样的自行散去 韩丽山这些以前翻看典籍中记载的相关东西 整理了一下 觉得若是在得到此灵气的刹那间 恐怕还真的可以使用一些法力 毕竟通灵之气 世间七大灵气的名头 那可不是白叫的 足够她强行打开储物袋和零售袋用的了 梅姑娘除了让在下带你离开此地之外 还有什么条件 一块说了吧 韩丽抬起头 在这个女人秀丽的脸庞上一扫 平静非常的问道 可是这女人一听到韩丽这么问 她却也无欲了起来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怀人修仙传》第三百三十八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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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